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讲了Hammer A341的使用体验 我当时就被中操了 平时一个人在台具上切大一点的板材 或者精确横切长的木材的时候 总感觉很捉襟见肘 尤其是在我之前的Rigid TS3650和200几年初版本的Delta Unisol上很是费力 于是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要整一台欧式带推台的台具 2022年9月初的时候 我就去Felder的网站上注册了一个账号 想传一台K3带31寸顺切宽度 同时又带最大行程的推台 他们网站上居然没有这个搭配 不过他们的销售很快就联系了我 问了我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按我的需求做了一份配置和报价 当时我手上已经有了Rigid和Delta两台台具了 而且这台K3也不便宜 我就想等以后有地方的时候再说吧 敢巧不巧没过几天 就在2022年9月20号 我有个木友朋友发了一个offerup的链接 是4根Scott Phillips的平行夹 要价50美元 他跟我说这个平行夹的生产商叫Gross Stabier 2004年的时候被Bessie收购了 后来被整合进了Bessie工具集团 我下班就去买夹子了 然后和叫John的卖家聊起来我是怎么入的木工的坑 聊着聊着 他就问我说 我有台很大的台具 但是还有很多别的功能 基本啥都能干 你有兴趣不 你是说Shop Smith吗 我一脸不屑 我应该用不上 不是Shop Smith 这样一边摇头 一边把照在我俩中间的一个大件上的扇布掀开了 我定睛一看 我去 这不是Hammer C3-31 Comfort吗 我清点了一下 配件权 就是秀有点多 John说两年前 他外出的时候生病了 又赶上疫情 一直没能回来 这台机器就在他家车库门口的扇布下面 经历了风吹 日晒和雨林 不秀就怪了 成兴机的机头秀死了 不过他会想办法修好 第二天 我联系账 说我想买这台机器 他开了个价 我没还 但我问他能不能把那台Festual CT48E的集成器在Onina分离捆绑卖给我 他同意了 后来他又陆陆续续给了我一些大块的多层板 一些手工工具和一些家具用的清漆 我就立马开始把手上的Rigid和Delta台具以及Rigid屏报拍照挂网上卖了好疼的地方 没几天 三台就全卖了 这不就有了借口上了点货 让D850转行拍视频 想着记录一下机器的搬运 清理和使用过程 帐已经给这台机器做了一个移动平台 但是我用起来感觉太高了 不舒服 于是又得花钱去Felder网站上买了原厂的移动这台机器的配件 没几天就送到了 转眼就到了12月份 我联系了一个专业般大型机器的人 去John家里拉上机器送到我住的地方卸货 他带了一台电动的手推插车来 这插车可是帮了大忙了 这哥们儿还帮我把机器从这样做的平台上卸下来放到地面上 整个过程我完全忘了要拍视频 晚上下班后 在我老婆充分利用杠杆原理的帮助下 我把原厂的一味配件装上了 把机器推进了我更加拥挤的车库里 这就是第零步 机器是怎么来的 从第一步开始 我将会分享清理和翻新这台机器的过程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更新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内容 请订阅 点赞和分享